词曲 李宗盛 看 愿意多多拼凑成 我们想要的模样 你归笑着对我说 你有着主向我 你一边弹琴 我一边唱歌 树上的鸟儿 也在跟我们合 小小的人啊 在大大的银河 用光速连接 我们的快乐 这微笑的泪 许是幸福的 你每一次 看我都记得 当我归着嘴 你躲到我一层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距离高考二百八十天 今天也是个神奇的开始 我撕了昨晚的裤子和衣服 我以为他一定恨死我了 但他竟然帮我求了情 虽然他说并不是帮我 但我还是要谢谢他 谢谢他的无懈可惊 谢谢他做我的人生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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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哪里比较安全呢 他吃什么 放在哪里 我拿走 我不 verg 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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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给你 公子 现在安全了 多谢姑娘相救 在下无以为报 那就 就 以身相许吧 你今天看见我追小偷 我还撕了你的裤子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粗鲁 不温柔 不聪明 还很笨 和你差距很大啊 在下知道 姑娘是位好人 那我帮你留上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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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你要买东西啊 十块钱 糟糕 糟糕 我身上 我身上 阿婆 一起结吧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怎么可以让左岸看到我这个样子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左岸总出现在 他不可能出现在的地方 我早上明明看到他早就进学校了 为什么那个时候还会出现在校门口呢 刚才在超市也是 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爸 你回来了 晓岸 晓岸 我正有事找你呢 坐 晓岸 学校里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没什么重要的事啊 你被学校保送到南读医科大学 这可是成果最好的医学员呀 这么大的事还不重要啊 我以为您跟我说的是早上的事呢 你说的是老顾的女儿吧 算了 这个老顾啊是个死脑筋 他女儿跟他一样 他女儿跟他一样 也有点问题 也有点问题 顾生们没有问题 他很好 你说什么 没什么 爸 时间也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我先上去了 好 你先睡吧 好 好 晓岸 这些年呢 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对你的学习关心不够 我也知道 你也不需要我过多地操心 本来你妈想让你去美国读书 可我更希望你能留在国内 况且现在南读医科大学 各项教学设施都非常完善 教学设施也很高 我 你妈 还有孙叔叔 可都是这次我学校毕业的 我知道 但是 但是什么 没什么 您早休息 好 学校去 我 从 Corporation 我刚才的 糟蹋了 vegetal 与他 肯好像那地 我总做出robchild的 她问我 你自己给她准备的 你必须这么做 要做一名医生 还要当一名最好的医生 这是你的宿命 左儿 People 干什么 站帅 来吧 别动 走 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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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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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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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我了 来啦 花痴 什么呀 他说你花痴 我打游戏怎么就花痴了 你有事吗 我 我没事 听到我 Scary 到底该怎么花这个钱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这个小啾啾 比你之前的短头好玩多了 你别动我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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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 是想来问你 昨天我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 什么问题 书呆子 我说了不准叫昨晚书呆子 四文 四文 他读书都读到走火入魔了 凭什么不叫他书呆子呀 我说书呆子他有什么好的呀 你要把他写进日记 这不关你的事 我承认 书呆子是学习好的 那他除了这点 还有什么呀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成全你 你问昨暗哪好 他学习好 人品好 长得也好 虽然他不爱笑 但是他也笑 你就会知道 那些小说里的书生公子 到底是什么样 他还多才多艺 善良正直 助人为乐 小满 你已经花痴到 花痴到 胡说八道 如果目中无人的左爱 也能被你说成 助人为乐的话 那我斩月 就是正气里然的 热血少年 银城中学的一代楷模 我 你瞅瞅你 你这脸皮 都已经刷新到心厚度了 左爱没有你这么能说 但是昨天 他在老师面前帮我求情 这是事实吧 他昨天哪是帮你啊 他是为了掩饰 他对内裤款式的独特品位 你就以这一点 判断左爱是助人为乐啊 无知 那是有些事你不知道 总之 左爱哪里都好 所有 全部 那 我呢 你什么呀 我怎么样啊 咱们也是 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我的优点 不可能比左爱少吧 没事 你夸吧 本王子 什么赞美都承受得住 说吧 展月 我真 说 不 是你真的 你真的有病 我有病 我怎么有病啊 小月 我们俩休息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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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你去哪儿啊 球 花痴 又来 接个球也花痴啊 左岸 左岸 出来的 怎么样 看书看累了吧 陪我打一场篮球比赛怎么样啊 展约 你干 干嘛呀 你不是说 左岸什么都好吗 我今天让你见着见 什么叫不堪金 怎么着 痛快点啊 无聊 那你就认输了 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啊 我刚才跟左岸下战书打篮球 他不敢应战 展约 小曼正好今天帮我做一个证 如果左岸亲口对我说 认输两个字的话 我就当自己不战而赢了 展约 你神经病啊 大家都知道你篮球打得好 左岸体育又不擅长 和你比赛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你是故意让人家出丑吧 对啊 左岸 你别误会 我不是说你是鸡蛋 我是说你和他不一样 他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那左岸就是 头脑发达 四肢简单呗 你 诶 世人呢就有强项和弱项 他的强项呢就是读书 我们比不过 最后不也得考试吗 凭什么到我的强项的时候 他就不应战了呢 这公平吗 这不公平啊 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打游戏不一定要装备无敌 这是一种精神 他不敢应战 他就是懦夫 展岳 展岳 你吃错药了 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你才是吃错药了吧 你的名字就是吃药 吃药了 我从小到大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你再叫一遍我就 别人了 吃药了 你行 展岳 你不要脸 我现在就去找赵老师 你给我起外号 还欺负左岸给你打篮球 你怎么管那么宽呢你 打篮球就算欺负他呀 展岳 你强人锁男就是要欺负人 他不敢就是不敢 要当缩头乌龟他就当喽 大不了认输喽 你说谁是缩头乌龟 不敢的比赛就是乌龟 激将法 可惜对我没有用 你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弥补你的点自尊心吧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 有的没的 敢不敢打比赛 一句话 展岳 有礼不在身高 我看你才是无聊到爆炸 只会说废话吧 吃药了 你别打叉啊 小八 你看见了 时间已经到了 我赢了 他 他不敢应战 想让大家帮我宣传一下啊 名字叫做 展岳左岸打篮球比赛 展岳兵不雪人 左岸落花流水 好 你怎么脸级那么厚呢你 不过 书呆子 你也没吃亏 除了书呆子这个名号之外呢 你还多了一个 缩头乌龟 谁输谁赢 打了才知道 左岸 球场见 死到临头还敢耍帅 走 再位去看看 啊 他什么事儿 我 他有谁叫他 你真的不用理展岳 他就是故意激怒你 满足下他小小的屈重心而已 他并没有恶意 只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 你这么聪明 肯定看透了他的心思 你要是不想参加比赛 我就去告诉展岳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会输给展岳 没有 你在这儿等我 就是劝我当逃兵的 我不是 我是来还钱的 谢谢你昨天晚上帮我付钱 我今天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我爱你 不好意思啊 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了 不过 我刚刚说的是真的 你要是不想打篮球 我就去告诉展岳 我知道 在你心目当中 我一定赢不过展岳 对吧 不是的不是的 这种因为斗技的比赛 根本没有必要 输赢也更没有意义啊 我从小到大 参加过各种比赛 那是因为我喜欢咱打 我要争取龙玉 那如果我说有意义呢 那我问你 你希望我和展岳谁赢 没关系 你说实话我可以接受的 我 展岳 从小到大他都是体育健将 我希望你 我除了知道你会游泳以外 我是说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你们不要比赛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我 我不明白啊 我不明白啊 观众朋友们都来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先互动一下吧 觉得左岸会赢的 站那边 觉得我们展岳会赢的 站这边好不好 好 你们又想搞什么呀 左岸已经答应比赛了 你们现在还要搞舆论压力吗 打场篮球就叫压力呀 对啊 有考数学物理压力大吗 有高考压力大吗 你们两个帮凶 猴子胖子 你们回来 他们两个既然要比赛 就得让他们公平比 听见了吗 小满都了解我 我今天呢 光明正大地打败你 看起来 走 你撑我不被偷袭 你犯规 犯规的人一直都是你 好啊 倒打一扒是吧 我今天打爆 好 漂亮 漂亮 好球 好 好 好 怎么样 服不服 再来 好 怎么样 活不活 要不是你一直在犯规 我怎么会输 活八道什么呢 这次我一定要赢你 好啊 再来啊 走啊 都别过来 展月 你是打桥还是打人啊 来打吗 我说过呢 我今天要打抱你 我要让小板知道 你除了学习以外 什么都一胡聊 随随便便一场篮球比赛 就可以灭哭 打架呀 我好怕呀 你这种舒呆子 怕是连打架都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还有啊 以后别再卖弄你完美的学霸人生 以后别再卖弄你完美的学霸人生 你股脚蛮远一点 他跟你不是赢 哎呀 还要打我 我都没打你 要打我 你 哎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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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老师 篮球场出事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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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吉他 你放手啊 凭什么让我放啊 不让他放啊 左啊 是这样吧 大家其实都是来劝架的 我数一二三 我们大家一起松手 你们都反了啊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不交买 看看你们一个个像什么样子 翅膀都长硬了 无组织 无纪律 打群架是吧 这要是让外面知道了 人家会以为我们学校 培养的不是学生 是流氓 老师 我们没有打群架 我们都是去劝架的 顾小满 你还敢说话 你忘了前几天 我是怎么答应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的吗 赵老师 今天 真不是顾小满 不是顾小满 那我怎么就看见 他在动手啊 咱们这个班的坏 外风气 就是被他这个打架大王给带坏的 赵老师 今天跟顾小满没关系 他没打架 顾小满是来劝架的 提他同学一事 祖安 没让你说话的时候 不要说话 凭什么不让他说话呀 他又不是哑巴 祖安 你说 谁先动手 展岳 你现在什么态度啊 祖安 你告诉我 是不是他先动手 好了 我算知道 今天的事情 你们一个都怕不了 展岳带头打架 记打过 凭什么呀 什么叫我带头啊 祖安 你说话呀 明明是祖安先动手 怎么把鼠发算在我头上呀 主任老师 我不服 展岳 你还不端正你的态度是吧 行 老师管不了你 我看你爸爸能不能管得住你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 太不像话了 展岳 你不扎一边去 是我先动手的 祖安 荣家 怎么回事 是我先动手的 是我先动手的 对不起 就是嘛 是祖安先打展岳的 我们是劝架的 我们都是无辜的 就是 你别乱说话 祖安自己都认了 你还想把大家都拉进去吗 好了 祖安 记打过 展岳 全校同报批评 王主任 祖安不能激过 祖安已经被保送了 祖安 记过的话 那保送名额 是给品学兼优的学主 你看看他这样子像吗 我就是要让你们明白 无论多么优秀 做错了事情 都要付出代价 你们自己想想 过了今年 你们就十八岁了 成年了 做任何事情 都要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剩下的学生 全部去操场跑师兄 不管你们是打架圈子 既然精力旺盛 就好好发现发现 主任 那顾小满 你还提顾小满 老师 这件事真的和顾小满 没有关系 祖安 你还没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吗 这件事情 我有必要通知你父亲 先管好你自己吧 干嘛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吧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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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了 胡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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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晓曼 顾晓曼 走啊 你真的在叫我吗 我们会是在做梦吧 左啊 是我 左啊 左啊 是你 是我 我把你背到了医务室 小鱼说你需要休息 还有 小鱼说 让你把这碗红糖水喝了 所以 是 你把我背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我就先走了 记得喝水 等一下 怎么了 谢谢你送我来医务室 没什么 你这个样子 都是被我拖累的 你没错 都怪那个展月 强迫你比赛 还跟你打架 我看得很清楚 你没有打到展月 是他先打的你 你替他背了黑锅 大家都误会你了 但是我知道 顾小满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帮展月 我是对自己失望 打篮球打输了 就想动手打人 错在我 你别这么想 展月他明摆着就是在欺负你 大家都是有自尊心的 况且 最后你也说手雷啊 在我们武侠的世界里 只有人人敬仰的大侠 才能够在盛度之下 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就凭这一点 你已经超越我们所有人了 所以我是一统江湖的武林盟主 那 如果你愿意的话 对嘛 其实书也没有那么重要 你好好休息吧 别想动小戏了 还有 你不了解我 不要在同学面前 帮我做什么 我不需要 小满爸爸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小满身体不舒服 我不知道小满身体不舒服 知道的话 你不会让他跟同学一起去跑步的 都管我工作不够喜心 这两天让小满好好在家休息 回头我把课给他补上 赵老师 没事 我都没事了 不用请你家 赵老师 我知道小满一直在给您添麻烦的 可这次好多同学都说小满是去劝家的呀 这怎么还 是是是 真的对不住啊 爸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 从接了你的电话到现在 我都不相信你会主动和别人打架 老顾 院长 你也来接孩子啊 是 左院爸爸 您现在的心情呢 我特别能理解 左院出了问题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他 时间不早了 孩子们都还没有吃饭呢 都先回去吧 左院长 对啊 今天的事情 您不要怪左岸了 都是展岳 不对 是我 都怪我 顾小满 你说什么呢 左岸 你也太没礼貌了 打顿别人说话 小满 不好意思 我没事 小满 你想说什么 今天展岳其实是因为我 才跟左岸斗气打篮球比赛的 他应该是受刺激了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因为你斗气 受什么刺激啊 因为我 顾小满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要自以为是 越描越黑 左岸 我在帮你啊 我不需要 我没有很熟吧 左岸 你今天是怎么了 说话毫无分寸 你顾叔叔还在这儿呢 给小满道歉 爸 我们回家吧 先道歉 没这个必要 儿子你 老顾 这孩子今天 他可能是累了 不好意思 没事 院长 我们家小满今天也累了 我们先走了 走 左岸爸爸 左岸最近情绪很不稳定 我希望家长也多关注一下他 现在说吧 今天到底为什么打架 就是篮球打输了 一时没控制住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篮球了 我不喜欢打篮球 但我真正喜欢什么 您也不知道 说话呀 我就是 不想输 算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保送资格没有了也没关系 调整一下 就准备去美国读书吧 顾小满呀顾小满 你以为你是谁呀 左岸不过就是和你多说了几句话 多笑了几下 你就以为你跟人家很熟了 不知天高地厚 你看看你这几天给人家惹了多少麻烦 你能做成什么呀 你不想要看你 借了几天 好 对 你自己想要去多的路 你只能让你再看你 你这光 微笑在尽头中 不小心 风吹 皱了眉头 我们一起 踮脚成几手 静静着 躲进太阳予离不走 像坠落的 目光影漂浮着 在风雨之中 掉了 像一个 从天空来的旅客 落下了 就安家了 太阳雨再下着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决策 太多虑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把昨天的曲折 把不安的忐忑 全都收好了 让笑容盛开着 太阳雨时短短的 太阳雨再下着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抉择 太多虑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